我是古阿牧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這個遊戲叫做 放置騎兵 放置騎兵是這個遊戲的中文翻譯吧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IDOL HEROES 如果英文直翻就是休閒的英雄嘛 所以變成中文的時候為什麼要叫放置騎兵 這我就不懂啦 騎兵在哪啊 騎兵在哪啊 我沒有騎兵 我只看到我有英雄啊 好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遊戲 主要玩的就是英雄的養成 你可以蒐集很多英雄 每一隻英雄都有自己專屬的技能和能力 看誰順眼 看誰長的帥 你就培養他 那英雄要怎麼樣培養呢 這個也很簡單 你只要花這個就可以了 不是 不是喔 不是喔 你們不要亂講 這個遊戲 培養英雄的方法 你們只要來這個戰役 戰役是什麼 就是關卡的概念 這個遊戲總共有目前 8個大關卡 之後肯定還會開放更多的大關卡嘛 那每一個大關卡 點進來 都有10個小關卡 這些小關卡的戰鬥方式也很簡單 你只要設定好你的隊伍 決定你要派哪些英雄上陣 他們就會自動打那個關卡的怪物 然後你只要等待一段時間上這個遊戲 按這個獲取 你就可以獲得你的英雄打怪物時 怪物掉落的錢跟英魂還有經驗值了 是不是非常爽 這個是一款適合沒有時間的人玩的休閒遊戲啊 所以他才會叫做 IDOL HEROES嘛 對不對 像你們平常 事業做很大 疏讀很多 沒時間玩遊戲的人 你就很適合玩這種遊戲啊 好 再來 畢竟這個遊戲還是有設計關卡這件事情 關卡就會有怎麼破關的問題 這件事情也很簡單 只要先確定你打得贏這個關卡的小怪之後 你就可以按這個戰鬥的按鈕 選擇好你要出戰的英雄 出戰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有分前排跟後排 前排是什麼意思 就是正在前排送死的 喔不是 不是送死喔 是幫一些比較耐打 等級比較高 不容易死亡的角色在前面 吸引敵人的炮火 那其他比較俗辣的英雄 比較容易死的英雄 攻擊力比較高 比較不耐打的英雄 就可以放在後排 然後進行戰鬥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自動的打贏這個關卡 the boss 獲勝之後 你可以獲得一些獎勵品 英魂啊 或者是錢啊 還有這個裝備 是不是很輕鬆 然後他就會顯示你通關 你就可以去下一個關卡 進行掛機了 那掛機的時候 這個遊戲你也不用開著啊 你就算遊戲關掉 他也是屬於掛機的狀態啊 所以不用浪費手機電啊 最受不了那種明明出的掛機系統 卻要打開遊戲app 才能進行掛機的遊戲啊 是怎麼樣 正常的人 誰會沒事有一隻手機 可以整天放在那邊 看著他掛機打怪啊 那手機是不用做別的事情 手機是不用拿來跟別人聊天哦 所以這個遊戲是很人性化的啊 你平常關掉這個遊戲 你的英雄仍然是屬於打怪的狀態啊 然後你最多可以累積8個小時的 怪物掉落的金幣 英魂跟經驗值 所以你只要每隔8小時 很輕鬆的上來 獲取這個怪物掉落的東西 然後 用你剛剛打的怪物 獲得的這個英魂和錢 幫你的英雄加薪升級 讓他們變得更強 變得更強 他們才能幫你打更多怪物 打更多怪物 你就可以賺更多錢 這是一個正循環啊 所以啊 這就帶出了一個哲學問題哦 你整天都把錢存在銀行裡 不花錢投資你自己 或者是投資某一些東西 那你要怎麼達成正循環獲得更多的收益 你看像我們的英雄 持續進化 進化到第三次的時候 還能結束這個專屬的攻擊能力 叫做吸收攻擊時 偷取目標14%的攻擊力 他變得更強 穿上更好的裝備之後 你才能來關卡裡面 表戰更強的BOSS 然後去更強的關卡 掛機打更強的怪物 獲得更多的錢 英魂跟經驗 所以你不投資你自己 你要怎麼樣變得更厲害啊 那有的人就會說啦 我沒事我幹嘛變厲害 這又會帶到另一個哲學的問題啊 所謂不進則退 這句話你有聽過吧 不是我說的啊 不進步就是退步啊 那一直退步一直退步 你是要退去哪裡 你是要退去哪裡 退回你媽肚子裡嗎 好啦沒有 這不關我的事啊 每個人想法都不同啊 我沒有關你要不要投資啊 反正我們的英雄是需要被投資的就對了 那 講了這麼多 好像還沒提到 英雄要怎麼取得對不對 這個應該也不用我多說吧 你只要來召喚法陣 花一點這個 這個是哪個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指 系統的免費召喚啦 你看你每隔 8個小時 你就可以使用免費召喚一次 那基礎召喚你當然只能召喚到 比較弱的英雄嘛 高級召喚你就可以召喚到 你看這個 3星的英雄 3到5星的英雄 基礎召喚只能召喚1到3星的英雄 你還可以使用這個友情召喚 友情召喚需要有愛心才能召喚啊 像我沒有愛心啊 為什麼你知道吧 因為愛心你必須先有好朋友 好友列表0 你必須先加一點人當好友 這些好友送你愛心 你才有愛心 好那你召喚了一堆英雄 但一個人最多只能養220個英雄啊 這下怎麼辦 沒辦法啦 我們只好去祭壇 把一些你用不到 或者是看不順眼的英雄分解 讓他變成絲塊 不是那是分絲 我們這個是分解 分解之後你的英雄 就會變成英雄進階石 這個英魂 或者是靈魂石碎片 靈魂石碎片可以讓你用來買別的英雄啊 所以你只要分解夠多的英雄 你就可以去召喚新的英雄 還可以拿他們分解出來的道具 培養你其他有興趣的英雄 所以你看這個遊戲 讓我們明白很多哲理啊 對不對 這個世界就是殘酷的啊 你要升級 你要往上爬 你就必須 踩著別人的絲塊 用他們的屍體碎片 來升級 強化你的能力 你懂吧 要打倒很多人才能往金字塔上面爬啊 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 就是這個世界的現實啊 好那你的英雄 變很強之後 你還可以挑戰一些遊戲的副本 像這個布力的試煉 布力是誰 布力是一個老頭 你去揍他跟他的手下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他掉落的龍靈 你就可以去換一些贈品 至於布力這個老頭身上 為什麼有這麼多龍靈 這個我就不知道啦 可能布力是 遜龍騎士吧 或者是他非法到森林中 斬殺了很多龍嘛 搶了他們的龍靈 再來還有這個 阿斯布地牢 你可以去地牢進行一些挑戰 那這些挑戰 其實 太快失敗了吧 我話都還沒講完耶 那這些試煉 主要就是可以讓你獲得一些寶物 還有看看你培養的英雄到底強不強 如果不強 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培養的方向錯了 還是這個英雄 天生就沒有天分 那我們只好把他變成屍塊 讓他去強化其他有天分的英雄啦 世界是殘酷的啊 要講多少次啊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英雄已經培養的很強了 可是實在還是打不贏關卡 這個時候怎麼辦 不怕 我們還有一個強化英雄的能力 叫做魔獸 其實就是一種寵物的概念 他可以陪伴你的英雄上戰場 然後提供你一些英雄的特殊能力 像這隻魔獸小鹿斑比 他就可以提供你的四個英雄 額外的生命值和護甲 你可以在進行一些BOSS挑戰的時候 要上戰場前 不是要配一隻陣型嗎 配完你的英雄 你就可以選一隻適當的魔獸 來搭配你的英雄進行戰鬥 讓你的英雄更強打得更順手 再來還有這個皮膚 皮膚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讓你的英雄 獲得特殊的造型 給他們穿一套帥氣一點的衣服 他們就是會變得比較強一些啊 像這個王者之羽 你看他這套套裝 看起來多帥 可以增加5%的血量啊 但是皮膚是很難取得的啊 所以我一個皮膚都沒有啊 好最後 我們來看這個遊戲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公會系統 你最好可以加入一個公會 或者是自己成立一個公會 邀請別人來加入 為什麼呢 因為公會裡面 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 叫做科技 他可以提供公會成員的英雄 特殊的能力 你如果沒有加入公會 那你的英雄 就是會比別人弱一些 享受不到公會的科技加成啊 而且公會的 而且公會商店 也可以買到一些 特殊的英雄 更重要的是 公會有這個公會副本 裡面有BOSS可以打 那這些BOSS寫都很多 但是掉落的寶物又很好 你自己一個人打 要打很久又打不死啊 而且每一次戰鬥 最多只有15回合 就算你的英雄在搶 你都要打很多次才打得贏 而每一次戰鬥 最多就是只能打15回合 15回合內 你還沒消滅敵人 那抱歉 就是算你輸 不是算敵人輸啊 算你輸 那輸了之後 你就只能等8個小時之後 才能再打一次 那你看 假設你每天只能打 這個BOSS 十分之一的血 你都要花10天才打得贏 但是如果你們公會有10個人 是不是一天就打贏了 那一天就打贏 你一天就能拿一次BOSS的獎勵 以別人要10天才能拿一次BOSS的獎勵 長期而言 對方的能力就會跟你差很多啊 所以公會是很重要的啊 OK 那今天這個休閒遊戲 放置奇兵就介紹到這邊啊 趕快來培養你的英雄 參加競技場 每周會結算一次啊 跟別人一較高下 看看到底誰培養的英雄比較強啊 而且你知道成就感這種東西 除了建立在 你看著自己的英雄變強之外 還有另外一部分是來自於 你看著對手的英雄 被你的英雄屌打 對方那種失望的感受 他們看著自己用心培養的英雄 被你打成渣 他們很難過 對這個遊戲很灰心 你就特別有成就感啦 覺得自己的英雄 真的培養的很棒 自己的孩子 真的出頭天了 最後 總結一下我個人 我個人的感想 主要是讓你花時間在 動腦這件事情上 不是比手的操作啊 比的是腦袋啊 看看誰 誰的陣容 排的比較好 誰組合出來的英雄 比較特殊 好那今天的 放置奇兵就體驗到這邊 有興趣的人 就趕快來放置你的英雄吧 掰